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阿弥陀佛 你们难道不知道佛门舞界吗 那舞界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是不是 你们忘记了这其中的不打妄语了吗 师父 我就是想帮助张晏早日解除心病 也不用整天盯着她 我知道你们的心都是好的 出家人应该常怀慈悲之心呢 可是张晏是你们领会来的 你们就应该帮助她早结孽缘 然后和她的娘子真正的团圆相聚 你说说 你们这样骗她 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吗 师父 我知道错了 我也知道了师父 就知道不行 要惩罚你们 你们要把地藏经给我擅写十遍 另外 今天晚上的斋饭别免了 康康 你这个主意出错了 不一定 我们走着瞧 看起来她有决心要活下去了 看起来她有决心要活下去了 被师父骂一顿还是很划算的 她要是等不到这个女子 也永远都得住在这个名儿里 只要她活下去就好 这张晏画画像中的女子 真的有那么巧合吗 真的是画上那个女子 天哪 真的出现了 天哪 天哪 真的出现了 说她就是画像中的女子 杨子 我是张晏的 苍天不复有心人 我终于找到你了 哎哎哎 娘子娘子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知错了 两年了 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你就跟我回家吧娘子 哪来的疯子 敢来我们家小姐 快滚开 娘子 我是张燕哪 你认错人了 我怎么可能认错人呢 你就是我的娘子 我朝思暮想的娘子 也许是我们贴那张话 起作用了 也有可能认错人了 你胡说什么 我们家小姐 怎么会是你的娘子 你这个疯子 快走开 要不我叫人了 过来 快快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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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快来快来 她是我娘子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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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娘子 哎 哎 哎 娘子 我就不相信你不认识我 这两个 我走遍了万岁千山 我终于找到了你 你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就这样离开呢 把这个疯子给我赶走 娘子 不要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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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不认识你了 你还这么不要脸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就不知道死活 公公 她伤得重不重 她还有没有重 我们要不要给她念往生咒啊 好了 你们只看到她的外表 却看不到她千疮百苦的内心 我不明白 命有脊躁 相有心生 世间万物皆是画像 心不动万物皆不动 心不变万物皆不变 我更不明白 你看她伤的是体 可心才是真正造成她苦痛的根源和根本 哎呀谁在说话 哎呀谢谢你妈小师父 你让我见过她 现在我的生命又重新燃起了 希望这火呀 我决定我不死了 我要去找她 学兄 你说那个福家女子是张燕要找的人吗 那个女相客看张燕的眼神冰凉凉的 根本就没有要认她的意思 我看师父说的对 她是心里着魔了 不过是个幻觉罢了 不过是个幻觉罢了 我觉得这个女子是有备而来的 也许她是看到我们的画像了 难道她们之间有什么故事 只有她们自己才会知道 只有她们自己才会知道 哎呀救 三位圣僧啊 四位圣僧啊 四位圣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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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圣僧 四位圣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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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圣僧 也都是 四位圣僧 八位圣僧 是他来找我干啥呀 所以你们必须帮我找到他 啊啊 啊 喜临门春来翘 今把张大护家来到 都说子门一开人人好 银子白面进腰包 今天我叫花子也要进去瞧一瞧 看看里面有啥宝 叫花子和尚 你胆子不小啊 敢在张大护家摆针要钱 就是 这家可是本村大货 张老爷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 他家里有金子银子堆行山 可就是没有子孙 谁说不是啊 叫花子小和尚 你再来一段啊 让我别乐呵乐呵 是啊 来一段啊 是您啊 今把张大护家来到 都说子门一开人人好 哪来的叫花子呀 敢在我们张府找会去 还不快滚 这位爷 话可别说得太早了 我可不是一般的叫花子 我是叫花子和尚 确实和别的叫花子不一样啊 长得还有点胖 哈哈哈 无言无回哪去了 无言师兄去找白语楼了 他怎么会知道白语楼在哪啊 那天来的女乡客您还记得吗 张燕一看见她 就说她是自己的娘子 而且还拦着她硬不让她走 上次那个女乡客说不认识张燕 而且那个小丫鬟也说 她是个疯子认错人了 可是那天有一个小细节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这位姐姐何必出言不逊呢 看这画像上的女子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好 这种腰牌是大户人家身份的凭证 从这上面来看 应该说是那个女香客和那个丫鬟 是山下张大户的家人 丫鬟故意留下此物 是让我们去找她 吴远师兄就是跟着腰牌上的线索 所以才去找女香客的 这已然过去一天一夜 还是没有消息 真是有些放心不下 师父 让我们也下山吧 我也去 你们三个人齐心协力 一定要设法搞清楚 那个女香客到底是什么人 搞清楚再回来 这位施主 你们家饭菜真是美味啊 瞧你都混成这样了 还讲究呢 要不是啊 看你可怜我们丈夫的饭菜 可不是一般人能销售得了的 要是再来一碗汤就更美味了 哼 要不是我们夫人菩萨心肠 早把你给赶出去了 就是就我们法王寺 上香求签的那位可是你们夫人 啊 你说的那是我们家小姐烟红姑娘 她倒是常去法王寺 说那里的香火旺 那位是你们家小姐 叫花子问那么多干嘛 快吃饭滚的 这就是张大护家的后门了 这就是张大护家的后门了 这家一定有佛堂 这就好办了 那你想到办法了没有 嘘 别出声 走 吴月 是你啊 你怎么穿成这样 你不是让我监视张大护家吗 你怎么穿得像叫花子似的 我不穿成这样 怎么混进张大护家呀 你进长府了 一日三餐都是在他们家吃的 继绣 你真了不起 你 师兄 张府家什么样子啊 张大护家真是家财万贯 金碧辉煌啊 在他们家吃的饭都是特别美的 整整吃了三碗呢 给叫花子的饭都那么多 我们这两天赶路 一顿饭都没吃 这肚子都叫了 来 我这还有两个馒头 你们拿着吃吧 谢谢 对了 师兄 你见到那个上乡的女兵客了吗 嗯 这下可糟了 师父让我们找到张燕的娘子 可是如果不见到她面的话 我们又怎么证明她就是张燕的娘子啊 哦 如果无法证实她就是张燕的娘子 如果无法证实她就是张燕的娘子 那我们又怎么救得了张燕呢 那我们又怎么救得了张燕呢 如果我们救不了张燕 那我们就没法完成师父给我们的任务 那我们就没法完成师父给我们的任务 孔孔 我们无法恢复王寺了 哦 你们少安勿躁 我想好办法了 啊 大师 打扰了 请问师主有何烦恼之事啊 我 世上之事不出情感二字 没有情感的人自然没有烦恼 那你也有烦恼吗 肉身烦体怎么能没有烦恼呢 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你 我知道我知道 这些天给归室添了麻烦 实在是惭愧 不过如果真能查到我的娘子 求得他的宽恕 那我真的是死眼明目了 不要把生死二字随意地挂在嘴上 你不是想见到你的娘子吗 对对对 啊对了 小师父们是不是去找我娘子了 是啊 那你说 他们能找到吗 你不要小看我那几个徒弟 古怪精灵 他们常常能够化险为夷 嗯 公公 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 没有 我在找张大护家的丫鬟 你怎么知道 张大护家的丫鬟一定会来啊 我在他家后门的垃圾堆里看到了香灰 所以啊 我推想这家人信佛 日日都离不开乡 丫鬟也少不了出来买 这里可是张家庄最有名最热闹的集市 当然会成为丫鬟的必经之路 公公 我真崇拜你 嘿 没什么没什么 也是我的预测罢了 公公 你看他来了 好 小灰姑娘 你看这些行吗 刘老板我们夫人交代 要买球子香 说要挂在香糖 哦 小灰姑娘你放心 我们的伙计已经去便廉进货了 不出差错的话 十日就能到 绝不耽误夫人的大事 这就好 今日怎么不见你和燕红一起来买香啊 我们小姐身体不适 所以就我一个人来了 哦 那带我向小姐问个好 谢谢刘老板 我先走了 几位小师傅可是买香的 师主 我 刚才那个人 是张大护家的丫鬟吗 就是 她就是张大护家的丫鬟小慧 是专门服侍小姐的 小姐 张大护家还有小姐吗 说出来也不怕让你们笑话 这张家家大业大什么都有 就是缺个儿子成业 这不 夫人天天吃斋念佛 也没啥用 那那个小姐是 前几个月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个姑娘 人长得清秀水灵 但无亲无故地投奔到了这里 张大护见她长得标致 便收下了做干女儿 那张大护把这姑娘收作义女 这不是好事吗 我们张家庄人谁不知道啊 这张大护收女儿是假 要纳小妾才是真 这么水灵一个姑娘 坏了坏了 这哪里还有天理啊 谁让张大护的娘子生不出儿子 这不就只能想着再纳一方 为他们张家传宗接代啊 不过这个烟红姑娘性子也练得很 到现在还不从哪 说是死都不愿意 哎小师傅 你这是怎么了 太可怜了 这不全村上下的人都看着呢 弄得张大护很下不来台 肯定会想办法 让烟红姑娘就范的 这是时间的问题 真是可怜的人哪 谢谢你老板 走走走走 快点 这几个小合照 这是要干嘛呀 小慧姑娘 小慧姑娘 请留步 你们是 你是小慧姑娘吗 嗯 我们是仿王寺的和尚 施主 我们要见你家小姐 绝对不行 老爷要是知道的话 会打顿我的腿的 可是烟红姑娘那么可怜 天天挨打 难道你就不想把她 从火坑里救出来吗 小慧姑娘 现在只有你能帮她了 烟红真是太可怜了 小师傅我知道 你们都是好人 如果那个叫张晏的 真是她的相国 就早点把她救出去吧 要不老爷说了 他死也要死在张家 必须嫁给老爷 罪过 罪过 这个张大慧 真是连秦少都不如啊 三位小师傅 阿弥陀佛 三位小师傅 你们是不是找到我娘子了 快说呀 玉楼她怎么样了 师主 少安勿躁 我能不着急吗 我找了两年哪 好不容易 我才在法王寺见到她 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她 在我眼前消失 一定是老天爷在惩罚我 我知道我知道啊 我别无奢求 我只是要再见她一次 最后一次 只要她过得好 我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张大慧她的小姐名叫燕红 并不叫白玉楼 你说什么 那位小姐 可能不是你要找的那位娘子 她叫燕红 是张大慧的一女 不可能的不可能 我不相信 其实两个人像罢了 你肯定认错了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伤了她的心 她为了夺我 就改名换姓了 一定是这样的 如果她要是你的娘子 那天在寺里烧香 她一定会迫不及待 让你救她脱离苦海的 那个燕红 是张大慧的一女 而且张家庄的人都知道 张大慧 准备把燕红 纳妾 为她传宗接代 啊 啊 藏天哪 那虽然是我造的你 也不能这样对待我 你不能折磨我们这一对 苦命的 怨恙啊 我的娘子 啊 绿龙啊 这燕红真是可怜 她生物如此 日日被张家折磨 空空 我们想办法把她救出去吧 小慧姐姐说了 如果再不去救她 燕红就活不了几天了 啊 哎呀 啊 公公大师啊 我求求你了 快点救救我娘子吧 啊 你救了她 我吓死我 我给你做牛做马 我都报你的大恩大德啊 我求求你 快起来施主 你不能这样 啊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哦 如果这个燕红 真的是你的夫人白玉楼 那么 她陷入虎口 为什么那天 与你在寺庙相见时 不说出实情 脱离苦海呢 装作不认识你 而且 还那么决然的离去 哎 都怪我 看见了吧 只要你不在家 不怕那个木匠就到家里来 当你的寂寞 听别人说三道四 我都替你脸红 还不止一次呢 其他人都看见了 你丢人哪 丢了你们张家八辈子的脸呢 你看吧 你慢慢看吧 你慢慢看吧 慢慢看 相公 你回来了 那是什么 没有 我 给我 是他给你的 谁 还装糊涂 我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到外面去做生计 风餐露宿 想的就是家里和你 那你做了什么 你在家里做了什么 相公 你听我跟你说 好 我听你说 这个手镯 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你不是说你是孤儿的吗 你不是父母早死了吗 当初嫁到我张家的时候 饭都没有着吃 何来这么金贵的一个镯子 我全都看到了 是那个木匠给你的 我们是正当人家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 见不得人的事情来呀 相公 我说的是真的 你不要骗我了 别人说我都不相信 今天 我不得不相信了 你给我滚 快点 有多远滚多远 相公 快走 别丢人现眼了 你要羞辱我 不杀了你 我就算好了 我句句属实 没有骗你 白玉楼啊 白玉楼 说我倒了八辈子没了 好不好 但我取错你了 我求求你快点走吧 别再留在这儿了 你走吧 你让我去哪儿啊 白玉楼 你别装可怜了 这半夜的 你让我去哪儿啊 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我们张家 留不下你这个大菩萨 相公 我 若你非要赶我走 明天走行吗 走吧走吧 一天都不想看见你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晚上 你就睡到末房去 儿子 哎呦 嫂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是不是哥哥他不喜欢你了 你别管 要不今晚上就让弟弟我陪陪你吧 滚 嫂子 今晚有弟弟在 你是不会寂寞的 瞻眼哥 你回来了 白蕾你有什么事啊 哎 没什么事 就是跟哥借俩钱 你天天不干正事 谁敢借钱给你啊 哥 你弟弟也干正经事情 好多女人都喜欢养着我 你弟弟就凭这张脸吃饭呢 走吧 哎 哥 给两个 哎呀 好了 好了 哎 谢谢哥 谢谢哥 我走了 哥哥 嗯 你别太当真 什么别太当真 嫂子的小手是凉的 不信 你去摸摸 你说什么呀你 就当我没说 滚 给我滚 就当我没说 哎 相公 走 马上走 这半夜的你让我去哪啊 你说对得起我 一会儿的工夫 你又给我戴了一顶绿帽子 全村的人都知道我家的丑事 你让我颜面何存呢 相公 你怎么能胡乱相信别人的话 却不相信我说的呢 我们可是多年的结发夫妻呀 别说了 走 走 走吧 我送你出去 等等 在你踏出这个家门之前 我要你听清楚 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 遇到什么危险 我都不会改变我的主意 百玉楼与张燕 从此一刀两断 永世不见 好 你也记住 若我今天 离开这个家门一步 以后 就是饿死 也不会再回来 也不会再回来 把你的娘子赶出了家门 你也太狠心了吧 你也太狠心了吧 后来我才发现 我做了天底下最傻的一件事 是我糊涂 我犯下了 不能原谅的错误 木匠的事情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 连 玉镯子都搞清楚了 你找我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赶走白玉楼 我没必要跟你解释 是因为我 那你还问什么 怎么 还要和我一决胜负 我知道是因为我 是我害了白玉楼 知道就行 我希望你把她接回来 她是个好女人 要不然你会后悔的 哼 接回来替你背黑锅 是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也不是你说的那样 你要相信我 走吧 站住 听我说完好吗 说 我从小和白玉楼一起长大 她一直把我当哥哥看待 我也一直把她当妹妹看 我们两家一直很好 确实 不是一般的好 后来白玉楼的父亲死了 她母亲要改嫁 觉得白玉楼是个累赘 就把白玉楼留在我家里 家里养了个童养席 捡了个大便宜 后来白玉楼知道了这件事 她心里受不了 就自己出走了 我找了她好多年 也没有找到她 她嫁给了我 她不是你的童养席 她母亲快死的时候 找到我 说这辈子 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自己的女儿 让我找到她 把这个玉桌子 转交给白玉楼 算是她的心意 前几个月 我终于找到了她 可是白玉楼 不接受她母亲的玉桌子 后来我就反复找她 才引起了一些误会 你以为你编这样的故事 就能骗到我吗 哼 你不相信我 我无法相信 我还有一个办法 让你相信 怎么证明 白玉楼 个个还你个清白 我的天哪 怎么会这样啊 她是一个仗义之人 也是一个直性子 是啊 她的死 对我震动很大 所以我就开始寻找答案 结果 被我发现 这一切 都是我的继母 她的 阴谋问 嗯 你那个乖儿子张晏 会不会回来了 你就不怕她看见 你呀 怕她做什么 上回我们的事 被她那媳妇白玉楼看见 她竟敢当面数着我 要我和你断绝关系 这个小贱人 敢在老娘面前耍狠 你就先下手了 不是还有你帮忙吗 原来是你恶人先告状 诬陷我娘子 你好什么好 我年纪轻轻就守了广 在你们张家 我也没捞到什么好处 我就找个小白脸 风流快活一下 怎么了 是你娘子不知死活 说我私通淫乱 是她先惹我不痛快的 你 你想杀了我吗 白玉楼想跟我作对 是她自不量力 要不是我先下手为强 那今天被赶出这个家门的 就是老娘我了 我不先下手 先误她私通 故意把王铁家一道 走到家里来 又找了几个相好的来作证 这生米能煮成熟饭 你这个傻子竟然就相信 我竟然听信了你们这帮人的污蔑 好 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 你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 你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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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么走了 娘子 就把这家产留给我了 娘子 娘子 哎呀 你可真孝顺 天下竟然还有这么恶毒无耻的女人 简直是恶人先告状 也不支持 施主 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白玉楼给修了呢 还赶她出了家门 你是助纣为虐呀 当我知道了真相以后 我是真的后悔死了 真的后悔死了 我不怕早便万水千山 都为找她回来 只可惜 只可惜 好像没有迹象她还活着 大概她已经不在人间了 但我一想到此 我就想一死一谢天下 一求她在九泉之下能够原谅我呀 哎 哎 佛曰 心是恶缘 行为罪守 一切作恶的人 都是因为心里住着一个恶魔 你要真心求得忏悔 还须把你内心恶魔给赶走 诚心祷告 这才能换回白玉楼的心 我一定要得到她的原谅 施主 别怪白玉楼不原谅你 是你伤人太甚 你想想 为什么她在张大护家过得生不如死 还是不愿与你相认 我知道 这是我造的孽我知道 那所以 我就求求你们帮助我呀 我们会帮你的 哎呀太好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啊 只不过 我们怎么样走进到那张大护家 让我娘子知道 我是诚心悔改呀 施主 你先休息一夜 明天再说吧 啊 哦 那要 养精血水明天出发 走 吴悔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觉 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等牛郎和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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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天说我不读书 比我还蠢 这牛郎和织女和这银河呢 每年七月七才见你们 你就这么仰着脖子 就能把她盼来了 你没发现张燕和白玉龙 就像牛郎和织女吗 她们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了 不如我们 就坐银河上的雀桥吧 我一睡着 就想起了白玉龙的哭喊声 我想 她真的在等着我们去救她 可怜的张燕 可怜的白玉龙 难道她们真的变成牛郎织女了吗 是 是 公公 公公 无怨 怎么 严师兄 张燕不见了 公公无悔 你们快来看 看 这是不是遗书啊 张晏不会是又跳井了吧 一花一世间 一叶欲如来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张晏 又怎么会在同一个井里跳两次呢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他上吊了 看心不就都知道了吗 方丈 三位小师傅 也许是我前世修来的缘分 让我得以在法王寺度过这一段日子 若不是遇见你们 或许我早就做了这件事的冤魂孤鬼 化作一缕青烟 早就不知道归处了 听起来真的很像遗书 吴岳师兄 让我看看 这半个月来 你们的热心和宽厚 让我明白了 与其不明不白地死去 还不如尽快找到娘子 让她原谅我 好好和她过日子 这才对得起你们 也对得起我们的缘分 我日夜对火祷告 请求她能让我和娘子重聚 没想到这一天就要来了 三位小师傅 已经帮我找到了娘子的线索 我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 各位好心人 我走了 如果今生能够如愿 我一定带着娘子 回来看望你们 张燕留书 张燕会去哪里 那还用说 她一定去张大护家 找她娘子去了 还等什么 我们快找她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怎么打人了 怎么打人哪 这怎么打人了 太过分了 对啊 怎么能打人哪 我告诉你们 你不让我进去 我 我去跳井 弄臭你的井 快 拦住这儿 别拦住这儿 快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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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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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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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打人了 我要见我娘子 站住 走开 走开啊 来 走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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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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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起来 始终 哎 起来 哎 你看 你们不要打他了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就闹鼓不停 他怎么闹了 他说他娘子在我们家 我们家哪有他的娘子啊 老爷很生气 就让我们把他赶出来了 没想到 他怎么赶都赶不走 哎 你说 有这样耍无赖的吗 别听他瞎说 我娘子真的在你们家 他叫白玉楼 胡说 我们这张家大院 哪有什么白玉楼 快滚 你胡说他就在里面吧 哎 哎 哎 你们干什么啊 快走我们走吧 看看就一个疯子 哎呀 我要见我娘子 后面婆婆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认识他 娘子 一个疯子 跑出来干什么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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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 放下我了 哎呀 我没事 哎 哎 三位大师啊 三位神童啊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啊 师主 你怎么成这样了 师主 哎 你这是干什么呀 其实我呀 我 我想见我娘子 那你就打扮成叫花子 嗯 因为因为呢 我听说这家的夫人啊 经常布施一些粥饭给叫花子 那我就等在这里 没想到 他们就是没让我进去嘛 嗯 所以你就在这里闹 对啊 我想这家人要是真有善心 肯定会放我进去的 搞个明白 让我见到娘子啊 上次我干叫花子 混进去吃了一顿好东西 你怎么连门都进不去呀 真是倒霉呀 师主 我们会帮助你的 啊 真的 哈哈哈 太好了 哈哈哈 要帮你可以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哎呀 不要说一件 就是十件一百件 我都无所谓啊 请你以后不要再瞎闹了 白玉楼在他们家 为什么他们不承认 有两个可能 一是白玉楼真的不在他们家 不可能 第二个可能是 哦 白玉楼他恨你 不愿意认你 他不认你 你怎么闹也没有用 重要的是你要见到他 让他认你 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只要让我能见到他 让我再死一次我也不怕 哼 死了你就见不到了 啊 呃 我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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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好 好 还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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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